在希律作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百里行 有幾個博學之時 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來 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聲, 得來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 就心裡不安 耶路撒冷傳承的人也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長 王民間的民事 問他們 基督該生在那裡? 他們說, 在猶太的百里行 因為有先知記者 猶太地的百里行 你在猶太諸城中 並不是最小的地 因為將來有一位統治者 要從你那裡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文 於是, 希律暗地裡 照了博學之時來 查問那聲 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就派他們往百里行去說 你們去仔細尋訪我小孩子 找到了周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們聽了黃的話就去了 忽然, 在東方所看見的雅火星 再前面引領他們 一直走到小孩子 所在地方的上方 就停住了 他們看見雅星, 就非常歡喜 遵了房子, 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里亞 就俯復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 拿出黃金, 餘香, 抹藥 作為禮物獻給他 因為在夢中得到主的指示 不要回去見希律 他們就從別的路 回自己的家鄉去了 謝謝你 謝謝你